小病事伏 還要說小病是福 雖然每次小病 都是身體跟自己的一次對話機會 但如果每次病 都沒有很正視, 自己身體所發出的訊號 以為解決了病徵又算了 長期下去就會變成大病 早前有一宗新聞 有人因為之前患了新冠肺炎 康復之後還不斷在咳 就以為是長新冠的後遺症 沒好好處理 之後因為咳了很久 加上痰有血, 所以再去看醫生 最後證實是患上肺結核 俗稱的肺爐 肺爐可以透過空氣和飛沫傳播 所以很大機會傳染給其他人 最嚴重的結果是會導致死亡 所以有病徵就是千萬不能輕視 如果長期咳嗽, 還有一個可能 就是肺癌 身體最誠實 長期咳嗽或咳血 的確可能是肺爐的病徵 以前粵語長片用這些橋段 男主角一咳血, 很快就死了 但這是七、八十年前的事 現在就很罕見了 現在咳血就能慢慢找醫生 不是, 因為咳血多數是一定有問題的 血液可能是來自鼻孔 或者喉嚨, 或者氣管 肢氣管, 或者氣泡 任何地方出血, 都有病出現的可能性 我們要知道 如果是以喉嚨損了, 咳血 這些是沒問題的 但嚴重的例如肺癌, 咳血 你分辨不了 所以最重要是尋求醫治 咳血可大可小 可以有很多原因 所以必須要留意血量和血痰的顏色 咳血的情況如何才為之嚴重? 如果吸出來的痰, 完全是紅色 鮮紅色或乳紅色 就一定要看醫生 如果是白痰中只有少許血絲 你可以多觀察一會兒 如果長期都是這樣的時候 就要尋求醫治 記住, 照X-Kong片照個肺 相當容易, 也很便宜 有問題就照片 我看見了 咳血可以很大件事 至於很多人因為工作需要 引致坐骨神經痛 痛起來一樣非同小可 經常搬貨 有哪些位置最痛呢? 肩膀、腰和背部 腰痛那些 那是搬貨的時候痛 還是回家才痛? 兩人都有 比較貪快 可能會幾箱幾箱來 因為時間緊迫的關係 所以周邊雙手 很多時候姿勢是不正確的 有時去到還是動不了 要不就用藥酒捲一下 要不就休息一下 大家千萬不要把腰背痛的問題 有些職業, 譬如搬運工人 貨車司機 他們可能在搬運貨物的時間 姿勢不正確 令到腰椎受壓 長期下去會令到椎間盤突出 甚至有坐骨神經痛的情況 坐骨神經痛的特點 就是痛症會沿著坐骨神經 向下散射 有時他們會感覺痛楚 會由腰開始散射到大腿 小腿, 甚至是腳板的位置 有時他們形容這個痛 就像火燒和針吉一樣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知道自己 有沒有坐骨神經痛的問題呢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 自我檢測 可以放一隻手在你們後面 其實一開始可以先低頭 有些較嚴重的人 其實他們低頭的時候 已經會開始感覺到 腰和下肢會有拉斜的感覺 然後我們嘗試遞起一隻腳 腳趾向前 如果你們開始感覺到大腿後面 或者屁股位置有一些拉斜的感覺 其實已經開始是 坐骨神經痛的症狀 痛了 已經開始痛了, 是嗎 好,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 就是把腳趾拉進來 有感覺的人就會開始感覺到 屁股、大腿後面 或者腰的位置會有痛楚 通常坐骨神經痛都是一邊的 記得街訪的時候 搬運工人就會說自己搓藥油 就可以舒緩到痛楚 其實有什麼舒緩動作可以做到嗎 如果針對坐骨神經痛 其實我可以教你們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其實跟剛才測試的動作很相似 我們坐在這裡, 然後抵起雙腳 雙腳要在沒有痛楚的幅度上 做一個腳趾尖向前後的動作 還有另一個動作 我們可以把雙腳放上來 放一點壓力在膝蓋上 抬起身 你會開始感覺到 你屁股有拉車的感覺 這也是其中一個舒緩的動作 因為坐骨神經痛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一些下肢的肌肉太緊而引起 所以我們做一些伸展 拉鬆它 自然就會舒緩到 坐骨神經痛的症狀 這兩個舒緩動作 其實也可以天天做 包括你在家、在辦公室都可以做到 大家有沒有試過 身體某些部位 突然之間劇痛要進醫院 甚至乎要到醫院立刻做手術 事實上, 我們不會有突如其來的病 問題是你看到身體發出的景號 在2017年的冬天 我一年拍了幾個作品之後 有一晚下班, 回家睡覺 睡到半夜, 腹部突然很痛 那種痛是一種扭住撕裂的痛 我從來都沒試過這樣 所以他很害怕 幾天之後, 我去做身體檢查 誰知一查, 醫生查到我的卵巢 有一個13厘米、7厘米大的腫瘤 我沒有想過有一個這麼大的腫瘤 在自己身體內, 而自己不察覺 但當我摸著它的時候 其實我感覺到它是凸起了 但因為之前一直工作忙 就以為自己是一個小肚腩 忽略了它, 沒留意它 幸好腫瘤是良性 醫生也立刻幫我排期做手術 因為這件事太突然了 當時我只跟公司說了這件事 取消了一個外地的宣傳工作 這樣就做手術了 手術順利完成了 醫生叫我好好地休息 頭一個星期, 我每一早起床 因為傷口內有些血水 未去清 所以我的肌肉和筋骨全身都很痛 我每次起床都一定要按住東西 才可以坐在床上 一個這麼小的手術 我都想不到原來對我身體有這麼大的影響 如果我再遲些發現 要做一個更大的手術 其實我真的很難想像過後果會如何 大約一個月之後 就開拍BB來了 幸好得到監製和劇組的體諒 還有我的好拍檔 黎諾爾和他的助手一直照顧我 所以可以順利地完成一個這麼有意義的作品 原來曾經以為距離自己很遠的事 閃眼間就會出現 所以我經常不斷提醒自己 要照顧好身體 才可以好好享受生活 在臨床醫學上是有病由心身的說法 情緒低落的人特別容易誘發腫瘤 也有研究指出 90%以上的腫瘤病人 和他的心理、情緒有直接和間接之間的影響 腫瘤特別喜歡情緒低落的人 所以大家除了注意身體健康之外 還要注意自己的心靈健康 過去三年, 全世界面對著病毒侵襲 病毒過後身體出現種種的後遺症 身體最誠實, 這些症狀包括 疲憊、失眠、記憶力差、脫髮 呼吸困難、腸胃不適等等 我明白, 我曾經受過病毒侵襲 但為什麼有些人沒有後遺症狀 有些人也有, 而且好像更加嚴重 為了找出對策 本地一間大學醫學院 最近做了一項大型臨床研究 由團隊研發的配方SIM01顯示 可以透過改善長度微生態 有病後復原 很多人都知道 長度是我們的第二個大腦 但又知不知道 菌、腸、腦軸對我們有多重要呢? 原來長度中的神經細胞數目 和中樞脊椎的神經細胞數目很接近 長度內壁的腸神經系統 擁有大約一千億個神經細胞 而中樞神經、大腦和長度細胞 會透過第十對神經連繫 兼且有緊密的交流 所以我們的大腦神經組織 可以影響長度 而長度微生態也會影響情緒 集中力和記憶力 病到過後的後遺症 和長度有什麼關係呢? 免疫力低, 身體自然差 所以日常補充益生菌 可以平衡長度微生態 這點很重要 尤其是小朋友和老人家 我知道有大學科研的益生菌 加益生源配方 加益生菌, 粉劑、包裝 方便小朋友和老人家沖水喝 不會噴傷 不過記住, 益生菌預熱即死 所以千萬不要加入熱湯 或者在熱水裡面飲用 你這杯這麼熱, 不行 利用大數據和臨床科研發明的 SIM01微生態配方 其中雙其降菌 就是能夠提升免疫力的益生菌 若軟膠囊下到胃部 益生菌可能會被胃酸破壞 而有些益生菌就用微浪化鎖菌技術 可以避免胃酸破壞 令益生菌定值長度 長度主宰人體70%的免疫力 所以不能忽略長度微生態 對健康的重要性 香港早前接二連三發生的慘劇 叛醒了大家對精神病患者的關注 精神病是一個統稱 凡是一切影響精神狀態的疾病 一般人對精神病往往一知半解 心存恐懼 這集我們就集中說說抑鬱症和思覺失調 精神病往往在社會上被人負面標籤 反而其他病例如癌症或心臟病 就得到人的連續 其中原因是因為 精神病被視為心理上的問題 而其他病就在生理上局出了問題 到底精神病的成因是什麼呢? 這集的嘉賓就會為我們解答 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學精神學系主任 榮韻郭教授 榮韻郭教授專業範疇包括睡眠醫行 以及情緒障礙 他的貢獻獲得多個國際獎項 在精神科的研究有相當的建築 是, 預備 阿永, 先謝謝你接受這訪問 Tony, 謝謝你邀請 問一個多簡單又複雜問題 到底精神病是一個生理病 還是一個心理病 這是很複雜的問題 其實精神病像癌症一樣 很複雜, 它也有圍織 有成長因素、腦科學因素 有心理因素、有社會因素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人對精神病有誤解 經常都覺得人們想出來 其實不是, 萬刀都堆積了 而產生病 我們先說最常見的就是抑鬱症 所謂的抑鬱症 其實抑鬱症也有很多種 可否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分別很多種 最簡單的分別就是 我們叫做Unipolar 就是單純抑鬱 又或者另一種叫Bipolar 就是躁鬱, 很多時候怎樣分 譬如說和不開心 它就是一個綜合症 它不是稍微不開心 它又睡不到, 又吃不到 又沒心機, 我們叫三毛 沒心情, 沒興趣 吃東西也沒興趣, 又沒希望 所以想法方面會改變 不僅如此, 身體會改變 樣子又會很熟悉 笑也不太笑, 早上又會哭 很多時候一說少許話 他就像瘋狂瘋狂, 說幾萬左右 甚至他們說話時 要不不說, 說得負面的情緒 不開心, 你我他也會 但如果抑鬱情緒維持超過兩星期 而大部分時間都情緒低落 那就有可能去幻想抑鬱症了 平常人都會沒有胃口 有你剛才所說的病症 到哪個地步才需要維持 這個就是抑鬱病的開始呢? 最簡單的就是維持多久 正常不開心 可能兩下章, 今天我的關不可以 我的書籍不可以 我看到病人不太開心 你在說我嗎? 對… 我們很短暫的時間 但如果情緒持續了多兩星期的時間 你就要小心 兩星期, 整天二十小時都這麼不開心 他偶爾會很開心 但大部分時間是處於低落的情況 香港算是一個相當高額的城市 壓力跟抑鬱症有關係嗎? 是否我減壓就可以減少了抑鬱病 其實壓力就像細菌一樣 這個世界不可能沒有細菌 所以我們不可能沒有壓力 但我問過陳院長、Francis 他說細菌是有益的 當然, 所以壓力是有好的壓力 有不好的壓力 其實每個壓力都可以令你更加堅強 所以甚麼時候壓力太多 令他拖過來 這個壓力是可以令精神病 情緒病誘發出來的 但本身跟很多… 我來講的遺傳、成長 他的心情, 他如何看待世界 他如何減壓, 有沒有好東西吃 有沒有睡得好 很多東西可以在各方面幫忙 說好吃, 先吃東西吧 好 因為我也相信食物, 尤其是好食物 可以緩和一下情緒 食物對情緒有影響 有哪些食物特別對情緒有好處 例如朱古力, 是否比較好 最重要是跟誰吃 跟你吃就差不多 第二, 其實均衡影響是最重要的 我們知道魚油也好 魚油也有腦、心也好 我們知道葉酸也好 所以立式的菜也很重要 所以均衡飲食是最重要的 說真的, 你做精神病這麼慢 你也感染了, 變成你的抑鬱嗎 所以有些東西要學會怎樣去… 我們稱為同理心之餘 有少許距離 這個也是… 我們中樓科也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我如何幫助病人 但又不會過分傷心 所以這是最困難 這是藝術 精神病患者容易被標籤成 有暴力傾向 事實他們大多數都不會對其他人 造成暴力威脅 相反, 他們的自殺機會率更高 說回一些沒那麼開心的事 因為近期在香港發生不幸事件 有些懷疑精神科的病人 他們買刀去傷害了無辜的徒人 這些所謂的暴力行為 在甚麼情況之下會發生 是哪類精神病會引致這些暴力行為 我想精神病很多我們叫標籤 亦都作為精神科醫生 其實最…或者作為人 我覺得最不開心 或者最矛盾方面 就是精神科的資源就少了 但往往就是因為這些暴力事件 大家就會注意它 其實精神病或情緒病 你或他會覺得有份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如果我從一個同理心去理解 其實甚麼是精神問題 就是他的想法、情緒、行為 受住的影響 而很多時候有暴力的朋友 大多數暴力反而對自己 大多數就是自殺、自毀是最多的 對別人一些不懂的徒人暴力 其實是少的 不是夢 很多時候一類是機緒 我怎樣想法 那時候是妄想 妄想的意思是 其實那件事不存在 不是真實,但我仍然覺得是真的 就是以為人家逼迫他 以為人家逼迫他 有人跟著他,有人想害他 很多時候他就想防禦自己 很多時候就用這種方法 第二點暴力就是家庭暴力 譬如撐起骨,他的情緒很低落 低落到怎樣呢 他覺得我照顧不了這個寶寶 我不想寶寶會痛苦 不如抱著一起去問他 也是暴力的傾向 所以其實我們理解暴力的情況 反而理解他怎樣想 怎樣看待這個世界 其實本身他也是受害者 只是他對環境的反應 是暴力的情況 但在這種情況之下 家人或朋友怎樣能夠遺疑得到 以致沒有暴力發生 就能夠及早預防呢 其實正如剛才所說的 精神病、情緒病的理由我看 其實是每個人的情緒都要理解 我們要搞好自己的精神情緒健康 第二,很多時候他最生病的病人 他就是沒有了病性感 他不覺得自己生病 其實精神病裡面最難隔煙 沒有了煙世 他不同,譬如說癌症 我覺得他有問題 癌症… 癌症很多都沒問題 但我本癌症也以為自己沒問題 對,也算是沒問題 但他在腦裡影響到… 因為對他來說,千真萬確 好像每個人都監視自己 這個人好像蛇頭鼠眼,好像跟著 所以他為了自然的反應 所以第一,每個人都認識了精神分質 認識程度,應該大家提到的 第二,反而我覺得要認識,要包容 你越去…你是暴力的 我要去標籤你 沒有人去看醫生,沒有人去求助 你標籤我,對不對? 我怎麼去求助呢? 對,沒錯 統稱是思考失調 到底是心理還是生理呢? 還是兩者都有份呢? 不然是兩者,以現在的老科學來說 不然我們怎樣去改變了 譬如蓮萊塚哥,都保安太多的時候 他就會令他突然… 例如想事,會突然會突然在妄想 很多…我們叫做老科學的改變 認識,令他知道藥物如何幫助他 會否真的做素描 能夠看到患者和正常人有些不同呢? 他有些不同,但不可以用來的診斷 你又有精神病,又有情緒病 還沒去到這個階段 我們這次談了很多精神病 包括抑鬱病 我沒有好東西吃,就會抑鬱 到時候我會找你 Tommy,不會,因為你有幾樣東西 第一,好東西吃 第二,有很多好朋友 第三,你運動,睡得好 每樣都是這麼辣的 一如這麼說吧,乾杯 好,乾杯 香港有很多創科人才 在今年四月份舉行的 日內亞國際發明展 就是最好的證明 這個國際盛會吸引了 超過四十個國家和地區來參與 而香港多間大學也獲得不少獎項 當中包括醫療科技的發明 之前已經介紹過部分獎項 而這次就讓我來帶大家看看 這個全球首創的 插管機械人發明吧 一種以視覺引導 經鼻氣管插管的機械人 由中大電子工程學系 任雄兩教授和他的團隊一起研發 是今屆日內亞國際發明展的 銀掌項目之一 現時氣到插管的做法 應用在病人呼吸困難 或者出現懷疑上呼吸到左膝的症狀 一般由醫生確認位置 將一條膠質喉管由病人的口 或者鼻孔直接插入到氣管 而這個新發明 正正想利用機械人取代人手進行 呼吸道傳染病 是對近全球關注的問題 尤其是爆發過SARS疫情 以及COVID疫情 在氣管、茶管之間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為病人提供氧氣 當我們暴露我們的氣道的時候 大量的攜帶病毒的氣溶膠會暴露出來 使醫護人員面臨重大的感染風險 所以我們在想開發一個機器人系統 來降低醫護人員的感染 那在臨床上可以帶來的優點 主要有提高首次插管的成功率 現有臨床上的首次插管成功率 通常在六成左右 我們希望機器人系統 可以在智能導航的引導之下 提高插管成功率 也減輕病人的痛苦 第二點, 我們希望減少 對醫護人員的依賴 我們可以實現半自動化的系統 讓醫生藏出更多的時間 關注在更重要的手術 和其他的醫護需求上 Sam, 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機器人是怎樣操作的呢 首先, 機械臂庫按順序 夾起那個部件 包括一支油性內胸鏡 以及一支膠側喉管 然後機械臂會將油性內胸鏡 通過鼻孔, 穿入鼻腔通道 將它送入我們的聲帶 之後機械臂會順著內胸鏡的路線 將這支膠側喉管慢慢推進聲帶 直至送到我們的氣管 最後機械臂會將內胸鏡慢慢推出來 留在我們的氣管裡 這樣經備氣候插管的過程 就大致完成了 這個新發明會繼續試驗和改良 期望可以盡快推出, 幫助病人 莫醫生, 我和超姨 有條無聊的問題想問問你 隨便問吧 如果上天注定你會生癌症 你會選擇哪種癌症, 還有為什麼 觸摸…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 一生之中可能會患癌 所以我作為醫生也不會例外 如果肺癌, 我會選擇ALK陽性 如果搶癌, 一定是K-RAS陰性 前列腺癌一定要荷物生性 為什麼呢? 因為治療相對沒有那麼辛苦 還有生存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生癌也要懂得生才行 不過希望大家健健康康 永遠不用面對這個問題 尤其是你, 因為正在這個節目 你也教了我們很多健康資訊 我知道你也差不多十年 沒有做節目主持 而你又這麼忙 為什麼你這次又會跟我們 拍這個健康節目呢? 第一件事就是等你們三個長大 我才有拍檔 好… 分開力, 說真的一點 就是過去幾年香港的疫情 令香港人很關注健康的問題 難得有機會跟大家分享健康知識 是我的永恆 很開心這次可以跟三位合作 我也更加明白到 要留意身體所發出的提示 如果有任何疑惑 就一定要第一時間看醫生檢查 其實我在聽到這個節目 有莫醫生的時候, 我是很開心的 因為當初我媽媽進醫院的時候 莫醫生, 你真的幫了我一個很大的忙 所以我想借著這集跟你說一聲 謝謝你 謝謝… 也謝謝三位 令我可惜這麼多健康的資訊 來到尾聲了 希望大家都記得… 身體最誠實